一款神奇的乳霜 不仅能变出各种各样的奢侈品 金银珠宝 还修复身体的残疾 让人重获新生 长生不老 但这么好的东西 为什么要禁用它 一起来看 讽刺片 神奇的乳霜 经过六年的不断努力 科学家终于研究出一种乳霜 可它有什么用呢 在它的发布会上 科学家在一个脸部有烧伤的女子脸上 抹完乳霜后 她的脸竟然恢复了原样 接下来是一个男子 她的鼻子被磕开了 可是抹完乳霜后 竟然也恢复了原样 残疾女孩将乳霜 抹在自己的断臂上 可是下一个瞬间 居然长出了一个新的手臂 这是怎样实现的 因为这款乳霜有智能感知系统 什么乳霜 行吧 你既然都这么说了 这个感知系统可以改变人类的分子结构 从而实现再造或者变异 相貌不如意的人 可以变成男神 同时返老还童的本事 他也具备 最可怕的是 近期死亡的人 除了乳霜 渐渐的乳霜已经不局限在人体 它能修复机器 摸完乳霜的手 还能变出珠宝 人类再也不需要医院 人人都是满身珠宝 腰缠万贯的大富翁 奥托尔变阿斯顿马丁 再也不是梦 百姓将乳霜倒在地上 种子甚至能按主人的想法 长出各种奇怪的植物 这张少年被注射乳霜后 瞬间变成记忆大师 就连狗狗都能解高阶寒数 让他高书考试有什么用 人类的大脑 因为乳霜被开发到截至 各式各样新奇的工业产物 因运而生 随着科技的发展 人类的内心越来越空虚 可是只要一喷乳霜 负面情绪立马烟效运散 立马可以精神饱满 乳霜渐渐变成万能的宝物 甚至可以开始制造超人 可是人们也开始担心 万一乳霜用完了怎么办 科学家很快做出简答 新版的乳霜具有复制功能 可以无限次的分裂 沙漠变绿洲 戈壁变湖泊 无数死去的平民可以复活 非洲的孩子可以有吃不完的汉堡 最终给世界带来和平的不是白鸽 而是乳霜 人类再也没有了痛苦 可是乳霜也渐渐动了一些人的蛋糕 那些社会的上层人士 万位的资本家 最不想见到的大同社会 于是 纳斯宣传乳霜是恐怖主义 同性恋的阴谋产物 甚至把它列为于毒品一般的违禁物品 舆论的风暴一旦刮起 就一发不可收拾 各种恐怖袭击 爆炸 天灾人祸 都和乳霜扯上关系 本来好好的乳霜 硬是被人类妖魔化 还能复制食物 难道就不能复制病毒吗 我要拒绝使用乳霜 使用乳霜就是犯罪 吃了乳霜复制的食物 你就会得艾滋病 乳霜就如超级英雄般 刚被捧上天 立刻就走下神台 制造它的科学家 也被判有罪入狱 任凭你多么聪明 你家的乳霜 怎样都会被收缴 其中销毁 曾经人们通过乳霜得到一切 又被人们无情地拿走 制造乳霜的科学家 也只能在监狱中度过一生 万恶资本掌握的社会就是如此 人类如此的操作 实在摸不着头脑 社会的好资源 终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人们自然会想尽办法 维护自己的利益 说实话 看到乳霜被注射到大脑里 这种操操作 立马让我想到了川老师的消毒水 你觉得呢 我是斯坦 我们下期再见